大家好,今集繼續在日本 和大家開箱一下溫泉飯店 今次來到金澤市 這間溫泉旅館是湯之出 開箱飯店 進門口 洗手間 然後… 我真的會吃 嘩,這麼薄 今晚去嘗嘗 雖然不知道什麼牌子 然後這裡 這裡 很整潔 來了,我們要開箱了 千萬不要看地下是怎樣 因為我兒子玩到這樣 搞到鬼 這裡的空間很大 往他拉到 遠一點 這樣 我這裡就是 那個廳 廳的外面那裡 因為我的頂 就有一個 扶 扶那個露天風來的 那… 茶 哇,不是沖粉 這裡的 就是飲食園 茶 茶 然後… 然後… 這個是說明書 然後… 這個是晚上吃飯 那… 最好笑是什麼 最好笑就是… 他剛才用一個保鮮紙包著腰胸 他很聰明 因為你知道他小朋友 會用來吃 所以他包著腰胸 我猜一下 然後… 浴衣 剛才就放了出來 有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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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還會用一個… 可以浸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風在外面 然後… 然後… 這個… 然後… 這個… 然後… 厲害 噔噔… 整個休息區 然後… 這裡… 有熱水呀… 改了 哇… 還可以沖茶 不知道這是什麼來的 應該是這個… 茶杯 然後… 噔噔… 看看我風在外面 噢… 有藍的味道 有藍的味道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是剛才那個… 噢… 這裡不能洗澡的 對… 剛才發現這裡不能洗澡 這裡只有洗澡 所以洗澡 我還要出去洗澡 這個小旅館有Capsule 不錯 不錯 不過我走了 這裡按摩也有 按摩多少錢 按摩… 30分鐘4500日圓 不懂日文 可能要去看一下 嗯…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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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就期待今晚的晚餐了 好了 現在準備來吃飯了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房間 那今晚呢 就可以在房間裡吃飯 實在太好了 房內餐點… 他沒有介紹 因為他會說任務 大家溝通 這個是柚子和汁 點了一個青爪 是他介紹的 他介紹的很便宜 900日圓 但不知道是甚麼味道 等等試試吧 然後還有其他味道 好了 然後送上來的就是… 這個… 這個… 我也不正味 讓我看看 噢… 不正味 是嗎 是嗎 吃嗎 裡面有魚 嘩… 嘩… 這個蓋子很辣 這個像… 筋 上面像塊肉 吃一下就知道是甚麼 這是蟹肉 這是蟹肉 然後呢 吃吃一下還有一個玩意 不過這塊呢 就吃不足是甚麼 不過這個不錯 噢…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Roman 還有份 但其實這個比較好 竟然還有蟹 我也不知道自己訂了甚麼層 這個是… 噔噔… 南丹牛 嘩… 其實超級超級飽 不過看起來很吸引 早餐就不在自己房間裡享用的 餐點都挺精緻 當然就不會像晚餐一樣那麼豐富 但整體我覺得這間旅館也不錯 是一間頗為傳統的日式旅館 服務也很好 特別喜歡他們房間裡的溫泉 我就覺得這間都可以推薦給大家 有去開過堂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感受到傳統的溫泉旅館的服務質素 好了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 下集繼續日本之旅呀 下集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